从古至今一直流传一个习俗 那就是人死后不会直接将死者下葬 而是要将尸体停留七天才将死者埋葬 新中国成立后又由七天减少到三天 但是大家都知道人死后入土为安 所以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还要停留那么久 才让死者下葬 这样不是让他们死不安息 认为这是以前封建迷信留下来的坏习俗 其实这并不是随便形成的 现在很多地方还有依然遵循着以前的礼节 就是人死之后要在家中停放几日 当然各个地方习俗不一样 有的是三日有的是七日 但是大家肯定不知道这个习俗是怎么来的 以及它的真实用意是干什么 人们常说人死万事皆空 尽早入土为安 然而传统的说法却要停失七日或停失三日 那么我们该如何做才好呢 其实停失七天虽然是祖宗留下来的 按照现代医学发现 它还是有其科学根据的 我姐家是农村的 那里死人后就把遗体抬到棺材里停放几天 让儿女们尽最后的小心 有一个老太太在晚上去世了 家人就把她抬到棺材里 确实是已经去世了 瞳孔也放大了 没有呼吸了 但是到了早上 自己从棺材里爬出来了 大家都快吓死了 后来儿女慢慢接触她 知道她真的活了 还有一个是我们老家那里的 我们那里有个村部 白天领导上班 晚上就有打经的在那里看守 每个打经的人不超过三十天 就会自动死亡了 但是回家后死亡的具体原因都不知道 只知道她不想干了 而且身体很不好 都是很健壮的男人 回到家就死了 后来我们囤去了一个 刚去三天就说不舒服回家了 据她自己亲口说的 当天晚上就被鬼带走了 带到了城隍庙了 然后一查说不是她 抓错了 是她上一个打经的人 就把她放了回来 第二天她就和人到处说这些事情 什么情形 鬼是什么样子的 第二天又做了个梦 梦见鬼骑着她揍 天亮真的满脸都肿起来了 别人都认不出是她了 从那以后再问她 看见鬼是什么样子时 她一口否认 说没见过 再也没敢说过 还有一桩是发现在老家的一个事 一个人好好的突然没了呼吸 就死了 等出殡下葬的那一晚上 有好多人听见坟墓里 有人在哭 在不停地敲打什么 长者说她是死因不明 可能有什么要求 就请人看看说要多烧纸 给她积德 就不了了之了 多年后 修路要从坟上修过去 修路的就和她家属商量移坟 同意后开始移坟 打开棺材的时候 才发现这个人又活过来了 在里面半跪着 爬着 努力要顶起棺材盖 可想她是因为无法呼吸才去世的 所谓的头七 就是民间说法 就是人死后 其灵魂会在第七天再次降临老家 看看家里的情况 再去投胎 而这一天被古人称为回魂业 所以这一天 死者家人要保持家里的完整 要沉重哀悼 不要吵架 以及娱乐活动等 好让死者安心离去 停尸七日 听起来有些诡异 其实按照现代医学 这是有其科学根据的 因为一个人看起来死了 没有了呼吸 其实他可能并没有真的死 而是进入了假死现象 即人似乎没有呼吸 心脏停止跳动 其实心脏还是有极其微弱的跳动 只是人察觉不出来 一旦外部威胁条件解除 那么心脏跳动逐渐加强时 人就会起死回生 其实是因为古时候科技 以及医学水准比较低 所以有时诊断会有一定的偏差 有些假死症状很难被诊断出来 如果人在死后立即下葬 被误断为假死的人复活 可能就会因为误断被埋葬 这就导致了一些本来没有死的人 却因被提前定为死亡 而被害死的惨剧 但有人就会不解 为什么死后三天才安葬 其实原因很容易想 因为三天的时间 人体已经达到不进食 不喝水存活的最大限度 所以将死者停留三天 已经足够长了 三天之后 如果人还没有醒来 那这个人就是真的去世了 不过大家也许不知道 这样的风俗 还和古代一位名人有关 这个人叫扁鹊 姓秦 明缓 自越人 是战国时期的名医 因为他医术高潮 所以大家都用皇帝时期的神医 扁鹊的名字来称呼他 史记 《扁鹊苍公列传》中记载 扁鹊起初并非医生 只是一个客栈老板 传说有次天降大雪 扁鹊看到门口有位老人 已冻至半江 于是赶紧叫人抬入客房 又是生火 又是煮姜汤 救活了老人 这个老人就是常丧君 他是一位神医 扁鹊见老人孤苦无依 于是就留老人住了下来 一住就是十几年 后来老人临死时 将扁鹊喊到床前 对他说道 你为人善良 也极聪慧 我有救人的秘方 献传给你 但是你不能泄露出去 扁鹊后来 就是凭借这些秘方 治病救人 成了神医 这只是一个故事 但是这个故事 蕴含着古人 一种非常正确的价值观 所谓道不清传 仁者仁心 毕竟 因生治病救人 若是让心术不正的人学医 那就会造成大祸 因此 那常丧君 洞将在扁鹊门前 或许就是为了 找一个好的传人 故意起的事 目的是要通过长期的观察 将秘方交出去 再说扁鹊精通医术后 行医诸国 当他来到国国的时候 看到国国人都在起伏 他就问喜好医术的中树子 发生了什么事 中树子就将太子暴毙的事 详细地说给扁鹊听 扁鹊查问了一番后 对中树子说 你去禀报国君 就说扁鹊求见 能使太子起死回生 中树子觉得扁鹊 简直是无稽之谈 要知道 人都死了 怎么能复生呢 扁鹊见中树子怀疑 长叹一口气说 若是不信 你可试着诊识太子 应该可以看到 他的鼻子肿了 在大腿到阴部 应还有温度 中树子听了觉得事关重大 赶紧进宫查试 果然如此 于是禀报国君 国君听了大喜 忙将扁鹊迎进宫 扁鹊查验了太子一番后说 这个病叫失觉 人接受天地之阴阳 阳主上主表 阴主下主礼 阴阳相合 身体就健康 太子现在阴阳失调 血管阻塞 才导致气脉无序 失去知觉 其状如死 但太子只是假死而已 于是扁鹊在太子 三阳五慧等血位上失针 过了半个时辰 太子果然就醒了过来 接着扁鹊又失了方计 太子竟然能坐起来了 接着他又用中药调理 二十多天的样子 太子就痊愈了 从此天下的人都知道 扁鹊能起死回生 一遇到疾瘦的病人 大家就感叹着 要是扁鹊在就好了 扁鹊听了笑着摇摇头 我怎么可能把死人救活呢 只是这个人本身没有死 我不过是换他起来 健康地活下去罢了 这个事被司马迁记在史记里 里面是这样说的 我非能生死人者 我能治可生辙耳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 后来渐渐地就有了停尸七天 才下葬的风俗 为什么要停七天呢 就是怕人不是真的死了 而是假死 假死的话 相信他是可以活过来的 就算不能自己活过来 但如果是能遇上扁鹊这样的神医 说不定会创造奇迹 就算不能自己活过来 也遇不到扁鹊这样的神医 但至少不能发生 还活着就给埋了的惨剧 久而久之 民间就有了停尸七天这一做法 这个历史故事告诉我们 人是有假死现象 看起来没有了呼吸和心跳 其实还有微弱的心跳 但在古代落后的医疗条件下 是根本不可能发现 所以人死后要停尸几天 看一下人有没有假死 有没有可能活过来 这也可能是古人的一种生活经验 只是后来慢慢地被神化了 其实我觉得还有最后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古代交通不方便 通信也不发达 家人去世之后 有的亲属距离比较远 要钱去送信 路上耽搁十日 亲人们为了能够赶过来 看上最后一面 然后就是下葬之前 要给逝者清洗身体 换衣服 还要选墓地 挖墓地 准备葬礼等等 都需要耗费好长时间 有的家庭条件好的 还要请法师 念经超度等等 当然 现在交通方便 通信也方便了 而且人们也都清楚地认识到了 不可能起死回生之术 再加上 现在医学发达了 对于死亡的判断 都非常准确了 而人们的生活节奏 也是越来越快 所以 现在很多地方 都逐渐慢慢地 简化掉了这种习俗